璀璨起航 星光翼翼 派对纸喷花娱乐圈再先波澜 实力演员任嘉伦如要加冕 正式成为周大生珠宝全球代言人 这一璀璨合作 不仅见证了任嘉伦在演艺道路上的非凡成就 更预示着他与周大生共同书写珠宝与艺术的华丽篇章 亮光闪烁 每一颗钻石的闪耀 都仿佛诉说着 任嘉伦多面丁魅力与不懈追求 让我们一同期待这份璀璨光芒 照亮每一个精彩瞬间 发光的星星 火锦号娱乐热榜炸裂 锦号火坛及任嘉伦 怎能不提他即将携手的又一丽作 流水迢迢 在这部未播鲜热的剧集中 他饰演的魏昭 肖无暇 角色之复杂 情感之深邃 无疑将成为观众心中的又一经典 说 预告片里的惊鸿一片 场际版在那悠长岁月里 魏昭的生命轨迹 仿佛一条蜿蜒的河流 爱情 对他而言 是命运不经意的触碰 带来的不仅是温柔香的甜蜜 更有灵魂深处的挣扎与痛楚 破碎的心他曾自欲为凤凰 渴望涅槃重生 却发现自己早已背负世人的偏见与自身的枷锁 羽毛虽美 却难掩尘尸的痕迹 火 左倾放大进深度剖析角色内心 世人鄙薄他 讥讽他 他亦在自我怀疑中徘徊 但正是这份不被理解的孤独 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 他渴望解脱 向往光明 却也在黑暗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 彩虹 眼睛此刻 让我们一同走进流水迢迢的世界 见证人家伦如何用精湛的演技 诠释这段跨越生死 爱恨交织的传奇故事 场记版 情书 互动时刻 别忘了 每一次点赞与评论都是对人家伦及流水迢迢团队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向下 你最期待《流水迢迢》中哪个情节 你认为人家伦如何演艺未招 肖无瑕的复杂情感 火让我们携手将这份期待推向娱乐热榜 共同见证人家伦演艺生涯的又一高峰 火箭 演讲用大喇叭结尾寄语 在娱乐的浩瀚星空中 人家伦如一颗璀璨的星辰 不断攀登 不断超越 而《流水迢迢》的播出 无疑将是他星图上又一颗耀眼的里程碑 让我们持续关注 共同期待为人家伦加油 为《流水迢迢》打靠 拍手 直到今天我在上这个社交媒体中看到大家说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三周年 对 三周年 哇 就在此时此刻 哇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都要赶快想一想 哦 今天 对对 锦衣直下三周年 就是在零 应该是零九年 一九年的 一九年的 二十八号 对 二十八号 大家说 哎 陆 陆某人欠惊吓一个什么 我只是觉得怎么才三年 我怎么感觉好像都已经 很快 是吧 五年了 六年的事情 我真有这个感觉 因为你一直 其实大家都知道 加伦一直很忙 一直在这个工作当中进行着 但是其实在刚刚三年 但是三年时间也不短了 很多人其实也是通过那个剧 爱上了这个你饰演的陆大人这个角色 是的 是的 哎 现在回忆一下 那个时候 现在看那个时候的剧 或者是那个时候的感觉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心情 一定是当下最好的 然后也很感谢自己 那个时候对于陆毅 有一个那样的理解和呈现 非常非常开心 就非常开心 那个时候的自己 可以展现成那样 是吧 对对对 所以如果让我现在来的话 我重新展现 未必会有那个时候好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种表演 那种呈现就是最合适的 换一个时间机遇就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了 在那个时间段里的呈现 在那个时代的心态 在那个时代的理解 就是最符合当下这个角色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欠着人家惊吓一个 哎 好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 艺术的呈现 对对对 有的时候不一定所有的表现 圆满的时候就是最圆满的 不会完美的 留一些空间 对 留一些可能 留一些想象 其实相反更美 是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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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